正兴奋地跟另一名男演员沟通着 杨阳则站在他身后 更努力温习台词 他似乎已经进入到角色之中 挺直背起背着一只手 单手握着剧本 一副古代文人的架势 杨阳把台词看得差不多 放下剧本墨背上一会儿 觉得已经有了把握之后 悠哉悠哉地走到二人中间 十分丝滑地融入到这场排练中来 不久到了两位主演排演对手戏的时刻 杨阳的台词不少 他尽力屡顺对话 但偶尔还是忘了词 只得再看一眼剧本加深记忆 对着对着 他突然一秒头朝远方走去 刚以为杨阳遇上啥急事要处理 就看到他出话以后 立马转身看向赵卢斯 原来这是剧本的走位安排呀 很快杨阳朝远位走去 用剧本笔划了两下 跟对手男演员说明走位 整明白了这些事项 他才放心地将剧本放下 专门找赵卢斯在对两人的戏份 他先好似练功一般在胸前笔划一番 然后来了一个拆开包装的动作 最后他将手朝上一拖 仿佛在给小赵展示着什么 两位演员信念感极强 就着这团空气讨论许久 尤其是杨阳同学 煞有介事地给赵卢斯介绍 这段无实物表演实在绝 等杨阳说得满足了 这才将手放下来 这时他突然玩心大发 双手仿佛举了把枪似的 对着赵卢斯砰砰砰 披着一下超开心 一旁的赵卢斯倒很湿淡定 大概是早已习惯了他的孩子气了吧 感谢观看